所以制作人數字幕 會議TOK 所以制作人數字幕可視器 就是制作人數字幕 制作人數字幕 使作人數字幕 制作人數字幕 致推 我們國家也知道 國統面積第三 人口第一 它每年1700萬 今年預計登録要1750萬 由二代來港開車 发并数量1100,这个是怎么算的,欧美发并率加上咱们国的初中人所,不是咱们国家的,真实发并,这是一个Astimacy New K6, Not a Real New K6. 感觉上在大会上来参加会也从来,好几个专家也感觉咱们国家发并率要高上, Not a Y, No. Batristian 的法法是中文吧,没有种族差异,没有地域差异,没有性质差异,目前都这么认为,他们得到这个结论是因为在美国这个多名国家和移民国家,他们在不同人群中做的都是发并率之一样,但咱们国家没法在地方,没有太大,而是病毒,非常分散,我们国家也是病人的数量跟人口有关系, 跟你居住城市没有关系,这跟人口,哪个地方人口多,哪个地方发并率有通,这是我们国家曾经有一个上市地区的一个主流调查, 这个发并率是11,800到23,600,这跟欧美基本上接近的,与性别无关,目前我的额道数据确实跟性别无关,但是与种族无关,我打了一个38,一个文号, 为什么呢?感觉还有咱们国家,黄种人的,咱们国家最短,只要你那国斯多么发并率高,麦克多么发并率高,感觉啊, 以后将来,真正数据目前是没有,这就是统计怎么统计出来的,1100,就这么统计出来的, 出生率,然后预计出生人数,乘以,这是1600万算,1600万,这么算的, 我们看印度,印度人口少,但他们出生率率,他们每年出生人口比较多,2000多, 所以我们看到,真正说上百的,你看美国,不到300, 咱们其他的尼尼亚,人口也是,人口一多,印尼也人口,这些都是, 我们国家各省,人口不一样,所以人口多的,这个不用找,我最后全,每人发一个邮盘, 我把我所有检科全给大家,但是大家把自己的邮件地址,address,留下来, 到时候他们会发,每个人发一个,把所有检科内容,还有后包出来的内容, 我们国家的报道,我查了华西医院的报道了,80到2000年,20年238类, 就算分散,20年238类平均每年十几年,中山比较多,这是76到99,12周年100周年, 五官和院多,我们这也有,但我们没看到,同仁,你看平均下每年26, 很多医院一年三五亿,我们就包头了,学康你知道你们医院,发的文章有多吗? 就是每年大约多了吗? 嗯,应该你到吧? 不大约多了,可以看,对。 这是我做的,06年到11年,我的病人不代表发病率,我就知道,不代表问题。 大家看这个图什么意思呢?看多的,河北,山东,河南,人口众多,又比较多。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人口大省的医生,一定要注意这个,每年,你们省的就不省。 嗯,科名二生医院的消息室,在我们学习时候回忆了,他到现在两年多,已经收治了,接近100个新网名,不是没有,确实有。 他原来没有做这RB的时候,一年两三年,现在开始做了,一年的时候四五十年,这个一定是有的,大家主要开始做,肯定都有。 我介绍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些资料,我们看我们的单眼,双眼,发病年龄,其实跟美国差不多。 单眼,二十七个月,对,双眼,发病年龄,这叫做诊断年龄,确实说,诊断年龄,发病年龄,和美国差不多。 诊断年龄,还要短,整段年龄,其实跟他们差不多。 这些数据大家可以引用以后,这是发表的文章,可以引用以后,自己写文章都可以引用。 如果需要,还跟大家说一下,在会议之后呢,这个专家会提供一些, 这是图片,给大家带一点,引用。 写文章可以用,这都是全文章。 我们过去呢,咱也都知道,颜外是多,病人来着吧。 而治疗方法呢,都是眼睁,我相信在做的,只要做RB了,都做我眼睁,我也一样,从眼睁开始做起。 第一,死亡率高,为了说死亡率高呢,你如果在成正多年,就是说成人,RB之后,存活的, 哎,或者是他真的很少。 施房率高,第二,这活的也真是活,能活下去。 但是呢,是系统化的很少,就是真正的系统化的药。 昨天杨花生教授也讲过,他们这开展过。 但是呢,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完整的东西。 同样一个,而是对付,也有一个给点化的药,但不是一个标本的系统化。 所以很少,保养率低低,没有看到,我想应该在09年以前,应该没有保养率这方面的保护。 有的全是个案保护,那时候实在太长了,没有什么一次保到几十个保护。 这里就给大家一个很直观的,我们看单眼,发病的时候最多的呢,两岁。 两岁以内,就是一到两岁,两岁是最多的。 而双眼呢,只在一岁以内。 我们看到这个病。 所以,从发病人数的最高绝对比来讲,单双眼是有一定的差异。 红的,可以有印象。 这里呢,我就提一个占比,为什么呢?就是在一岁以内,看个压比,50%可能就是双眼。 你千万别露我。我的数据显示就是单眼,四十平,方眼五。 如果这个年龄在一岁以内,你一定要查这一点。 千万别说,你就是一只眼的,我们这个年龄掉了,那很麻烦。 而且我们三岁以内的比例达到84%,比如这小孩,基本上是一岁以内。 五岁呢,我们看到九十五,六,不过三岁。 所以,小孩的眼睛有问题,一天哪,别忘了。 看那男孩,五十五,五十六,女孩,四十四,感觉男孩比女孩高。 真要是我们国家人口,比你失调到什么。 大家在中文清理很多地方有这样。 所以,比跟同年龄组的儿童的性别相比,它是一样的。 所以,男女性别,没有。 他比。 单眼,它双眼比例,二比。 这个,从由你来说,看白头的,白蓝团,看白头一。 对,二比。 这很肯定,为什么我一直也懂目指导的? 你昨天访问一边。 Data, it shows the same portion of the unit. 非常肯定。 你数量越多越肯定。 这个不可能。 如果有人在这些留言说,为什么单眼就是二比? 好,这个抱歉。 这里边就是症状。 然后,我有两个4th presentation,手划这么多。 那么,我要把他们73都摆成了。 斜式站到第二位。 这跟英文和教堡也不一样。 他们好像演个突出站第二位,但是站到很高比,可能20多。 所以,这两个有三比。 这两个加做了80%。 所以,只要把领导能处理。 我们记住点。 白瞳、假鞋是8%的兵力。 都这样表现。 包括secondary presentation,就是激发症状。 也是你白瞳的。 但是,激发症状的第二位就是, 身体下降。 此下又打个大方速速抗肩。 其他的比较少。 这是诊断。 平均诊断年龄。 不是准备。 不是准备。 这先不讲了。 这个跟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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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比。 就是在。 三个月以内。 六个Core can be diagnosed。 就是。 可以确诊的。 白瞳、占到73.8%。 而斜式呢。 我们在三个月以内。 从首发生的。 Boundary presentation 到。 to the diagnosis。 我们看三个月以内。 白瞳是一半。 而斜式。 如果百分之十四的。 7个月以内。 斜式。 delay diagnosis。 非常明显。 所以就是提醒我们。 斜式的时候。 千万别露。 因为我们国家最大的露子在那。 在斜式。 而不是白瞳。 白瞳的Ii一般三个月以内。 百分之七八分都会到一距。 但是斜式呢。 可能拖到半年下来。 这是非常麻烦的。 我们看呢。 如果斜式的下降呢。 就是。 三个月以内百分之八十几人都会有。 冲雪的也是。 眼睛一红。 你加上很快就过来。 但是唯独邪式。 可能要么加上不在意。 要么不在意。 这是麻烦的。 这是一个发表的文章的。 发展中国家。 Korea。 伊朗。 都发展中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 从单眼。 A7。 A7。 都是零。 后面。 早期命运单眼。 发现不了。 我们发现。 早期A7的。 都是双眼。 一只眼。 重。 对于两个发现。 但是我们会再看到。 如果看到。 D和E。 我们站得往上。 86。 73。 80以上。 双眼。 单眼呢。 单眼呢。 单眼第七。 第七。 98%。 98.5%。 如果单眼病人。 确诊的。 早中期的诊断到。 1.5%。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 这个早中期。 意味着保养医疾不是百分之百。 保养医疾。 保养医疾。 跟这有非常大的关系。 可是现在我推进的。 胡游保健协会。 胡游保健协会。 他们的。 进行研究审查也是。 能够更多的发现。 单眼怎么进行的。